連長期洗腎不敵病魔離世 謝聰明的妻子忍不住哽咽 我已經回不去了 就是這個政治法 他把我看一個很緊 而且他是幾輩子的 三年多前 謝聰明曾以口述歷史 回顧受難經過 一九六四年 謝聰明跟彭明明 魏廷朝三人起草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卻被依判亂罪起訴 兩度入獄 還差點被槍決 一九九五年 代表民進黨選上立委 兩千年 扁政府上台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直到去年年底 促轉會才將謝聰明列入平反名單 正式撤銷罪名 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 處處能看到謝聰明的身影 儘管已經與世長辭 政壇永遠懷念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發文回憶 謝聰明等人 因為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下 服刑後又遭到構陷 還成為海外黑名單 但他們無懼鐵灣高壓 堅持爭取民主和自主 才撐開了黨外運動空間 政大教授陳芳明 也想起過去參加美麗島週報時 不時聽謝聰明分享坐牢往事 讓陳芳明 今年參觀軍閥看守所時 終於印證了那段正確回憶 總統府也發新聞稿哀悼 謝聰明的一生 為爭取民主兩度身陷黑牢 為平反戒嚴時期 政治受難者全力奔走 對於他的勇氣和貢獻深標緬懷 初傳會代主委楊翠 也已經提請總統 明令包揚 彰顯謝聰明一生 為台灣民主貢獻 明星文綜合公關